大家好 我是曾子庭 台幣市从今年2月 事办夜间自驾巴士计划 经过7个月 在新一路公车专用道时测后 再宣布将在9月30号 开放民众体验试诚 而且全程免费 未来如果运作顺利 这项自驾车辆技术 将渴望加入公共运输的行列 解决夜间驾驶能力不足的问题 它是一台5G的自驾巴士 也就是说这台车 是透过了人工智慧来开的 3C达人Tim哥半夜现身台北街头 体验台北市夜间自驾巴士 从台北101站搭车 沿着新一路全长8.5公里 虽然车上都有随车安全员 但全程都踩自动驾驶 主动侦测人车 转弯刹车都精准控制 全程看完以后发现到 尤其是在很重要的两个大路口 它有V2X通过远传5G 即时回船 那我看完以后就觉得有安心感 因为5G的一个关键应用 就在是大频管跟低延迟的部分 那目前应用在5G的 5G应用要在自驾车这部分的智慧路口 它可以提供我们在整个自驾车 在整个安全跟行驶的方案里面 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整合5G软硬体资源 提高自驾巴士安全性能 台北市自驾巴士实验计划 在今年2月核准通过 随即展开三阶段测试 包含高精地图 智慧入口设施 以及车辆上路实测等 评估自驾巴士加入公共运输的可能性 那中央可以针对 这部分的一个实验的结果 它也可以针对这些部分 在做法规上的调整上面 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经验跟想法 那对业者来讲 它在技术的成熟度 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 台北市率先示范自驾巴士计划 从即日起也开放体验试程 民众可以利用网络预约报名 而且全程免费 预计在9月30号凌晨12点半发车 单趟最多可搭载15人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抢先体验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为了让台北市南港地区的民众 更加了解辖区的治安状况 南港警分局特别举办一年一度的社区治安会议 邀请来宾分别针对银法族诈骗 青少年犯罪的内容进行报告 防疫方面更是超前部署 希望除了维护治安 也能为防疫尽心力 南港国小武师团一出场 精神抖手的气势振奋人心 也宣告一年一度的社区治安会议正式开始 希望能借由会议 让更多在地市深和民众认识 治安规划以及宣导重点 借由这样的会议 我们可以让民众来做一个宣导 比如说对于防窃的一些宣导 反毒 反诈骗的宣导 对于一些新兴毒品的一些知识 能够让大家都明了 然后借了协助我们警察 来做一些犯罪的侦查 无论是里长 议员办公室代表 或者是各单位代表 全都聚集在南港分局大礼堂 现场除了由侦查队长邱贵美 报告辖区治安状况 也邀请玉城里长黄冲志 讲述推动里内银法活动内容 以及少府主社工 说明年轻人的犯罪问题 内容丰富又有意义 大型的商场 或是大型的建筑物 不去完工之后 这个南港地区会越来越繁荣 我们会向上级来征请更多的警力 然后来增加我们这个侦查犯罪 跟维护交通的一些强度 防疫期间 南港分局更是超前部署 在入口处除了设置热显像仪 还有儿童手温显像仪 希望除了再维护治安之外 也能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记得曹德华 参谋报道 运动有意身心 养成全民运动的习惯 台北市大安区公所 结合消防局等单位 举办防灾运动加年华会 与民众借由有趣的器材体验 各式运动 而且又能够学习救护知识 气氛欢乐又健康 跟着教练跟影片示范 进入和气道世界 再来挑战融合高尔夫球 撞球跟象棋特色的锤球 以及让人充分流汗的桌球 考验体力又斗志 很多民众惜家带卷 踊跃参与 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在运动进行中 不然发生意外或是昏倒 该怎么办 就让专家教您正确的CPR 跟AED急救技巧 大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学会 另外要是看到有人溺水 一定要熟悉运用 叫 叫 声 抛 滑 救腻五不口诀 帮助溺水者脱离险境 我们利用救生圈的方式 抛过去 去给他 如果他在很远的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他做抢救这样子 这个活动因为怎么样 比较向上 而且可以走路 运动 而且可以互动 人与人之间可以互动 很棒 那今年更特别的是 我们也结合了 这个防灾宣导的这个活动 那把那个防灾宣导的知识概念 透过我们寓教娱乐的方式 那在活动来呈现 让民众在欢乐的气氛当中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得到相关的这个防灾的尝试 来宾只要急满闯关章 就能获得食用好礼 要是玩累了 还有精彩的魔术 特技与优雅的土风舞表演 可以欣赏舒缓心情 主办单位达安区公所 希望既有趣味活动 从做中学提升全民防灾意识 也让生活更健康 记者顾餐有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米食文化节迈入第21年 今年特别找来年轻团队 研发创意的米食料理 像是把南瓜或是XO酱 加入萝卜糕里头 而且不含化学添加物 还能够延长赏胃期 另外现场也准备 各式古早味点心 让民众来尝鲜 其中还有萝卜糕做成的大蛋糕 光看就让人口水直流 新著名朋友自编舞蹈 让农村风格多了现代感 顺势炒热现场气氛 台北米食文化节迈入第21年 现场准备各式古早味果类制品 尽管天空下着雨 还是吸引民众排队尝鲜 尤其今年还有用菜桃柜 做成的大蛋糕 成为全场焦点 经过黄虎剂塑化剂 能够做成的米做的菜桃柜 能够让它这么精致化 我们觉得回想相当好 我们希望大家来捧场看看 标榜遵循古法制作的点心 绝对不含化学添加物 大同区国胜里长陈颖会 本身也是在地商圈理事长 多年来不断推动米食文化 希望传承阿嬷的味道 今年更尝试结合文创 开发创意米食 争取年轻市场 谢谢他们这么样的帮忙 谢谢市府团队的帮忙 也谢谢我们商圈的帮忙 也谢谢所有义工的帮忙 我想我们真的是以爱出发 我们希望除了传统米食文化之外 我们希望把爱推向社会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 真正的情跟爱情 台北米食文化节 结合里内中秋活动 希望推广在地美味从社区出发 吸引更多年轻朋友 投入米食研发 让传统美味能够接棒 一代传一代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了 台北市政府结合 T-Fashion时尚实验基地 举办秋冬联合展演走秀 邀请31位设计师跨界交流 以不同的定制元素 带领大家走进不一样的流行时尚 更让许多新锐设计师 能够充分地展现自身的设计作品 彼此交流学习 专业模特儿穿着时尚设计师 打造出来的作品 让人看得目不暇挤 无论是高级定制晚礼服 还是大胆剪裁的裤装 每一套都充满了秋冬魅力 也充分感受台北的流行时尚 大家也都希望从T-Fashion时尚基地 彼此就像一个平台 大家教学乡长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可敬的对手 那就像我想在这个基地里头 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就包括说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 高科技的机能上面 也搞不好今天像 比如说像凯珀啊 就会让我们很多的 这些让服装啊等等 都能够很安全很保险 为了培育台湾更多的设计人才 辅导具有潜力的设计师 北市府与T-Fashion时尚实验基地合作 汇集31位新锐设计师 举办秋冬联合展演 让更多人参与 推动时尚流行元素 也带动产业跨界发展 设计师当中呢 他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有更多很棒的作品 上中下游的产值一起做发挥 比如说从金的面料 到这个设计师的手工 到永乐市场的加持 到我们把它们变成了 每一个人分众的市场 位于台北市大道城 永乐市场四楼的 T-Fashion时尚实验基地 结合时尚布料 零件工艺与艺术 与楼下临近的布业商场 形成一条龙的定制体系 也让设计师能有一个共享平台 彼此教学相长 共同婉转台北的时尚氛围 记得曹文华 财报报道 小树活下去 你该不会是从2000年前的古代穿越而来的吧 每次穿越失控 都把我搞得好惨啊 所以这一次 我一定得选一个防身武器 为了安全起见 我得选个狼牙棒 古代没有炸电集合吗 用LINE私下交易 先付款后出货 尤其在社交平台买东西 这就是假网拍 真诈骗的特征 等你把银子给它 它根本就不会出现 也不会出货给你 只要提高警觉 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好啰 灯灯灯 红灯冲啊 哦哦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变酸 大圣啊 千万五趟落跑啊 违规据决拦截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会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最重处罚15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据解逃逸 重拔加扣罩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签证署关心您 在社会角落 陪伴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 用爱包围兽女儿 帮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大家好 我是美美 这是我女儿花花 今天要分享我做的MV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行 怎么了 你做的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 都有得到授权吗 没有 那就不能播 除非取得授权后 才能和大家分享呢 抱歉 身为直播主 今后我做直播时 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 直播有授权 分享才安心 这个星期就是中秋节 淡水在地企业小礼堂 就透过区公所准备50多份的营养补给礼盒 要送给淡水区的独居长者 希望在中秋佳节时刻 多一份温馨的祝福 祝大家中秋快乐 旅游中心呢除了对游客的服务的话 我们也要关心在地的这些 这些地方的父老们 那这些独居老人 其实每年我们中秋都会来送礼给他们 那也发挥马街爱与服务的精神 那祝福这些老人们平安健康喜乐 我们特别选用了 上选了一个凤梨书 叫信奉耶稣凤梨书 像一本书一样 这是符合淡水的文创商品 也是马街的精神 执行长表示 小礼堂是目前在游户旅游中心的 在地企业从六年前就开始 在淡水进行社区服务 虽然是经营店家 但是对于古迹导览 深入社区 关心在地可是不遗余力 希望借此不只是送礼 更送上关怀 而这个小礼盒相当有趣 外包装是书本造型 里头装的是凤梨书 为此执行长更会同区公所 到独居长者家中亲自送上礼品 并且表达关心 我们淡水游户中心 在淡水不只很积极的 对我们的淡水观光客 来做相关的旅游导览 介绍来行销我们淡水 对淡水地方公益也不予利 那中秋节到了 我们游户中心特别准备 50份我们的月饼 来送给我们淡水的这些老人家 希望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 我们中秋节的一个气氛 还有大家的关心 那我们淡水区公所 特别感谢我们游户旅游中心 包括我们郑执行长 对我们淡水这些老人家的关怀 面对淡水的独居长者 区长表示 能够有在地的社会资源 挹注 不仅是相当欢迎 也非常感谢企业的帮忙 希望借由中秋节 乐园人团圆的时刻 可以为在地的独居长者 多一份温馨的祝福 记者许多安音的水采访报道 为了帮助韩式朋友过中秋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与台湾环保协会百元爱心会 延续往历 前往仁安基金会 新北平安站 关怀慰问 除了喷煮乐腾腾的佳肴外 也准备硬紧的蛋黄酥 以及柚子 希望韩式朋友能够饱餐一顿 感受温馨的过节气氛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与志工一起炸鸡腿 充分掌握火候和时间 炸出一只只金黄酥脆的鸡腿 看得让人垂涎三尺 为了帮无依无靠的韩式朋友过中秋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与台湾环保协会百元爱心会 延续往历 前往仁安基金会 新北平安站 关怀慰问 除了喷煮热腾腾的佳肴 也准备硬紧的蛋黄酥和柚子 希望韩式朋友能饱餐一顿 感受温馨的过节气氛 很感谢我们台湾环保协会的祭坑 准备到这么好 而且一早就开始来 刚才我看他们的鸡腿 还有鸡腿 一支鸡腿要祭到这么年 要16分半 因为刚才有休留 所以15分就能了 这一盒就得到很好吃 我刚才看的团圆 大家说今天怎么穿得这么豐盛 其实每一年 我们台湾环保协会 跟我们林安 林安基金会多年来 就一直在关怀 我们的韩式独居长者 大家我也要特别感谢 大家的爱心 准备了现在的鸡腿 还有青菜 还有我们的香菇炒肉 还有红萝卜蛋 对于市议员李翁月娥 和台湾环保协会 逢年过节都前来关怀韩式 单亲妈妈 及独居老人 那林安基金会新北平安站长张子文 相当感激 今天真的很由衷的感谢他们 就是一早 下着大雨 早上还下着大雨 然后大家志工就纷纷过来这边集合 然后各自 各自开始就是着手他们的工作 那现在也准备了这样那么 美丽 然后非常色相位俱全的这个佳肴 虽然每个爱心团体的力量有限 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就能点亮社会 仁安基金会呼吁各界伸出援手 每个月只要认捐300元 就能帮助一位韩式朋友 重新站立 重返社会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新北市立万里幼儿园 今年的进师月 为老师准备很不一样的活动 孩子们要向老师表达满满的爱 除了替老师书头 缝茶 擦上乳液 还要透过竞赛 来为老师争取到更多的教师节礼物 孩子们用创意表达对老师的爱 9月是进师月 为了让孩子体会老师的辛劳 并且认识进师爱师 可以做些什么 在万里幼儿园 办理了一场特别的进师活动 主题定为谢谢老师 老师辛苦了 以及我爱您 幼儿们除了要在老师身上 贴爱心表达感谢 还要透过活动的竞赛 帮自己最喜爱的老师 争取到更多的奖品与福利 今年的教师节呢 我们是请小朋友一起 就是做一些感恩的活动 那今年呢 是因为我们的主题是 谢谢老师 然后老师辛苦了 还有我爱你 每个孩子呢 表示他是有多 呃 对老师的爱 因为孩子呢 其实用这样子的身体力行的付出 然后让孩子呢 也懂得是怎么样的去 呃 表现自己的爱 原来是除了教育局为老师准备的进师礼之外 还有园长特别为老师们加码的小礼物 孩子们只要透过活动收集小球 放进自己最喜爱老师的袋子里 得到最多球的老师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园长奖 而孩子们替老师争取到福利之外 也体会到进师节其实一句老师我爱您 就可以融化老师的心 早上庆祝教师姐 那你觉得什么最好玩呢 然后老师在跑 老师把球丢出去了 然后我再解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老师说 老师我爱你 我帮老师泡茶 帮老师泡茶喔 那你有没有跟老师说什么话 老师我爱你 今天早上做什么活动 我今天早上还有 要帮园长妈咪 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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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喔 那你有跟园长妈咪说什么吗 我爱你 要做什么活动 玩球 玩球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老师说咧 老师我爱你 那今年我们也比较不同的是 因为通常都是教师节 我们教师节都是老师 那今年我们也请厨房的阿姨一起跟我们参与 那我们厨房的阿姨已经算是年长六十几岁了 所以也是在这个满满的爱的活动里面去进行 让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满意 非常的高兴 当然还有很多对老师表达爱的方式 像是在活动当中 孩子们在老师身上贴爱心 还有为老师奉茶书头别上法夹 终极保养还要替老师们抹上乳液 希望老师们可以永远保持在学生心目中知性美的形象 也希望老师们在近十月可以感受到学生满满的爱 准备好教学的能量再处罚 记者要平函万里采访报道 连续举办19年的新北市卢州神将祭 要从10月3号展开 包括了拔杯送金牌 文化导览神将体验营的系列活动 而重头戏的主活动会在11月3号 在陆江国小举行 卢州区公所欢迎民众一起来尬舞吃面看神将 由神雕大师王两船精心制作的挪扎神将 金光闪闪 威风八面 为2020新北市卢州神将文化祭揭开序幕 连续举办19年的卢州神将文化祭 将于10月3日至11月7日展开一系列活动 为了拉近于民众的距离 卢州区公所今年更首创神将舞 及主题曲《神采飞舞》 结合神将的舞步 及十家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元素 创造出属于卢州在地的潮文化 今年的活动很特别 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 我们自己的 就是卢来神将 那那个神采飞扬的歌 跟我们的那个自己的舞蹈 然后在上个礼拜 我们有十八尊的神将到101到总统舞 然后到西门町去快赛 去展现一下做仙道 系列活动包含10月3日 于永年市举办的直杯送神将金牌 10月10日11日举办如此精彩 文化导览半日游 10月17日神将同乐会 小小神将体验营 以及10月24日25日的神来一笔 神将彩绘连补DIY 10月3日礼拜六的早上 我们在永年市 我们会祭拜一个拔杯送金牌 公所大概准备了两面 那个一钱的金牌 然后提供网路报名200名 那另外我们在现场提供800个 主活动将于11月7日 在鹿江国小举行 当年除了有神将祈福采接外 也将送出3000碗香喷喷的切仔面 卢州局长庄茂坤 邀请全民一起来卢州 尬舞 吃面 看神将 体验神将文化之美 记者轮红车访报导 车怎么看啊 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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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化 仪等就对啦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操战 电线不滚绑 圈置防法比较安全 擦头不潮湿 污水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擦头 电气周围不放陷阳物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气 不满 不用 复义电气火灾的前兆 好闷喔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掉 有什么关系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掉 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位小姐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人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房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缘回收物喔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汽泥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发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闫尽 来关心健康地方上的建设 细致同心路延伸康宁街的工程施工 其中福德三路因为施工影响 从原来的执行变成了S型的道路 道路空间狭小引发行人安全疑虑 所以经过地方民众的反应 新北市议员白佩卢就邀请了相关人士 要进行寻求改善的办法 细致同心路延伸康宁街工程施工 福德三路虽通行不受影响 但是本来执行的道路现在得走S型 不但行车空间狭小 而且没有规划行人的行走空间 行人走在马路上实在危险 所以经地方民众反应 新北市议员白佩卢就邀请相关人员会刊 寻求改善 因为福德三路往台北方向的车辆 上下班时间很多 然后行人也要从福德三路这边 往那边中心路那边走 所以这样这个道路 它临时变道弯度太大 造成民众在行走当中非常危险 那我们就跟施工厂商 还有新工处这边来讨论 希望就这工区的围离可以部分的来退缩 然后至少让出一个 一个人可以走的人行空间 那因为大型的机具这一两天会进来 那我们有请施工厂商就现矿的部分 它有一些不需要围离的部分 我们会把围离拆除 让整个转弯的视线可以更好 现场会看后 你将工区围离尽量退缩 让出一个行人可行走的空间 并加装回复式导杆 保障行人行走安全 并拆除弯道处不需要的围离 让车子通行时转弯处的视线良好 并请车辆经过时降低速度 确保安全 最初我们的弯道太弯了 就是我们的行人就是不变 希望香港党会赶紧处理一下 比让人造成行人比较好走 比较安全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方法 车很多车就要 提醒这边进出的人行 还有这个车辆 因为这是属于工区的范围内 所以它限速是10公里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进入整个工区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减速慢行 工区施工有诸多不便 提醒工区限速10公里 目前汽机车都维持各一线道通行 希望车辆通过时 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行人若是有其他替代道路 可尽量改道行走 工程时间从9月中 一直到明年3月 同兴路贯穿整体工期 会到112年12月完工 记者李嘉文细子采访报道 平溪区十分国小的操场 原先因为排水不佳 导致破烂以及安全上的疑虑 经过新北市议员林逸奇 在议会中争取经费 经过8个多月的工程师座 这个月底全新的操场正式启用了 学生看到崭新的蓝色扑面 都好开心 十分国小的操场过去破烂严重 而且容易积水 学生上体育课有危险疑虑 新北市议员林启德之后 在议会咨询特别提出 让学校得以优先获得工程改善 经过8个月的时间总算完工了 学生开心见到议员 特地写了卡片表示满满感谢 十分国小的操场 小朋友这么多年来 然后一直是缝缝又补补 然后坑洞非常的多 尤其一下雨的时候又积水非常的严重 那小朋友每次在操场上活动的时候 都非常的危险 市场半岛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侯友怡侯市长 那一起在总咨询的时候提出要求 那在最快的时间点也在上个礼拜六 我们进行开幕启用典礼 那小朋友非常的开心 不仅是学校操场 这次连同校门口地砖都整个换星 也改善了容易凹坑滑倒的状况 学校的钟廊也写上十分幸福标语 还有操场中间的新校徽 呈现大自然地景意象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工程 总经费大概472万 那我们这一次的施工项目呢 从大门进来的潜艇 一直到我们的穿堂 甚至到我们的操场 还有我们的球场 整个做一个的改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呢很感谢市府 还有议员的一个协助 孩子们呢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 哇好特别 怎么学校跟游泳池一样 可是后来他们会觉得 其实蓝色看起来很舒服 会觉得很像晴天一样 而且在里面可以悠游 很自在在这边运动 这次特别搭配周围环境 将操场打造成水蓝色 孩子们校称是十分蓝 崭新的颜色也让学生家长 校友们感到新奇 透过良好的排水系统 虽然清晨下过雨 操场仍能快速排水 让孩子能更安全 自在的商体育客 挥洒青春 记者肖浩文评西采访报导 淡水区邓公里长 特别在服务处举办中秋活动 包括了拨柚子比赛 还有手做月饼 从面团包馅到进烤箱 让大家DIY完成美味的月饼 而市议员珍黛丽湘 以及淡水区长 也一同共襄盛举 做出属于自己的蛋黄酥 再过两天 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连续假期 为了要在这个传统的重要节日 让现在的民众感受过节气氛 新北市淡水区邓公里里长 特别在服务处举办中秋庆团圆 手做月饼 还有拨柚子比赛 里长说过去像这样子的 三节传统节庆 随着时间越来越视为 因此希望借由举办 应景的节庆活动 唤醒对大家传统民俗节庆的 重视与感受的气氛 传统的节庆的氛围越来越淡了 所以我们邀请我们里面的一些长者 来我们这边服务处 一起来怎么样做一个完整的蛋黄输出来 大家又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想这样活动非常有意义 让我们看我们的灯公里的礼仪 玩得这么开心我也很开心 加油 这个我第一次参加觉得很紧张很刺激 对啊蛮很好玩 听那个同学讲说 第一个要挑软一点的 第二个要从尾巴开始 屁股开始剥起来 所以这样就会播的比较快一点 在播柚子比赛当中 大家卯足全力力拼速度 居民表示 虽然是平常很少播 不过要播的快 就是要挑选软一点的柚子 而且从尾部开始播 这个也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有趣 也很刺激 而活动现场里长也特别邀请到高炳老师 准备了许多的面粉鸡蛋等食材 要教大家如何制作蛋黄酥 从手捏面团到包线进到烤箱 大家都完成自己的美味作品 而市议员 郑代立香以及淡水区长 也一同来共襄盛取 做出属于自己的蛋黄酥 那做月饼真的是也是很好玩 只是不知道诀窍要怎么做 那今天我们邓公里 刚好我们邱美金理长 邀请老师来这边教大家做月饼 所以我今天算是 时间拿捏得恰当好 来这边学做月饼 那月饼是我们中秋应景的美食 所以很多很多的乡亲 相信他们现在学会自己做 以后要吃月饼很简单 自己做一做 那祝福我们乡亲朋友们 中秋佳姐愉快 里长非常创意 带着民众 像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 就是说由我们来做这个蛋黄酥 从开始擀皮 再来包馅 然后再来送烤箱等等 那拨柚子也很有趣 就是徒手 那怎么掌握药领 很快的把柚子拨下来 来一同宽度这个中秋佳姐 在这边还是来这边祝大家 中秋佳姐愉快 市议员表示 在这个中秋节庆当中 里长也相当用心 可以举办这么有趣的活动 让大家应景 而区长说平常里长就开办了许多课程 运用这么好的场所 带着里民一起过中秋节 此外现场的每一位来宾 都戴上了右皮帽子 也参与了制作蛋黄酥 与柚柚子比赛 现场气氛是相当热络 也让在弹宫里的居民 于中秋节前夕 度过一个难忘的趣味回忆 记者许团一代学采访报报道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在平溪区的青铜 打造矿坑古迹 融合了现代艺术 不仅有彩色光雕 还有月亮公园 月亮主灯等应景装置艺术 希望带给游客 不一样的矿春氛围 同时也带给地方 活化意向 青铜地区过往的矿业古迹 保存完整 但因为缺乏空间火化 造访的游客通常是 慕名它的原始与历史感而来 在今年中秋节 新北市政府打造不一样的赏月景点 透过古迹与当代艺术的融合 让矿坑洋溢丰富魅力 其实平溪县的火车 会开到建筑到金铜 就是因为要运输十底大鞋坑 挖出来的煤炭 到基隆台北 那个方向去 所以这边的煤炭的出产量 当时是很多很多 也养活了很多的劳工人口 因为现在煤炭已经停彩了 市政府是花了蛮多的精力 去执行 要把地方的产业再活化 今天来到了这个月亮公寓 我们看到有很多 特色的一些装饰艺术 然后是一个非常 家的一个拍照景点 那也非常适合亲子 还有亲女一起到访 那在这边一起也欢迎 所有喜欢我们平溪 十分亲痛的好朋友 大家能够到这个新的景点来参访 整个十底大鞋坑 将作为10月1号晚上6点 中秋节祈福的主舞台 画家弯弯设计的月球主灯 坐落在台车轨道的斜坡 而周围的古迹建筑 则以月亮椅作为浪漫的装置艺术 虽然不能摇晃 但很适合一家大小 注意沉重限制来拍照打卡 而来到下方老街 过往的玫瑰 以鞋音打造成璀璨玫瑰光雕 还有天灯派出所前 一整排矿工帽墙 藉由帽顶的发光 象征着新矿神仪的观光背后 有着矿工历史的深度 10月1号新北市市长侯友宇将率我们新北市的一个防疫团队 于我们的平溪精通的石底大斜坑里面 然后来做一个祈福 然后做一个点灯的一个仪式 然后告诉国际有人 新北很好 台湾很好 这展出期间是10月1号到11月30号 为期两个月 我们这里有好几个装置艺术都做得蛮漂亮的 而且也很符合在地的需求 原则上这些装置艺术 初步的计划是要放两个月 欢迎各位来青铜玩 来到青铜火车站 下车后便能看到铁道对面的慢慢散步阶梯 请民众不要任意穿越轨道 廉价期间建议民众跟随工作人员指示 安全开心造访每个景点 也请大家拍照时注意他人的等候 多一份贴心让观光更愉快 记者稍后我们平息采访报道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内 瞎回 会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那不太好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俱解逃义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经济署关心您 未经济 hesita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正路中正社区的赵先生需要派人协助 我马上派人出路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一致车辆就对啦 南墙工商汽车科的学生田成杰以及黄俊祥 两位代表新北市参加第五十届全国竞能竞赛 与来自全国的各路好手相互较劲 历经三天的比赛一路过关斩将 荣获了一赢一同的夹击 全校师生都相当开心 戴着防护面罩专注地进行着汽车板金作业 目前就读南墙工商汽车科二年级的黄俊祥 在今年的第五十届全国竞能竞赛出示提升 就拿下汽车板金纸类铜牌的好成绩 黄俊祥说 其实在三天的赛程当中 一开始相当紧张 还好进入佳境 但没想到自己竟然能拿下第三名 刚开始动作就是KK的这样 就是很不顺 第一天的时候很不顺这样 然后后两天之后就是比较顺一点 就是比较不会紧张的 而同样是汽车科已经是三年级的田成杰 功夫更是不在话下 在全国技能竞赛中 勇夺汽车板金纸类银牌 田成杰对于与金牌擦肩而过 觉得有些失望 但获奖就是一种鼓励 田成杰说还是很开心 更会不断努力 能得奖是很开心 只是 我在台下帮第一名牌手 觉得 有点可惜这样 为了准备全国赛 同学们每天都要花超过 1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训练 不仅在精进技能 对于体能也是一大考验 汽车科主任张文景表示 在汽车科 学生都要经过扎扎实实的学习 也因为如此 同学们才能在这次比赛中 战胜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手 好成绩就是我们平常很扎实的训练 也有我们学校有很好的场地 可以训练好的选手 好的学生 不是在像以前讲的 我们私立学校或者是 没有设备 没有资源 那像大家所看到的 这些都是南墙工商这边 所提供很好的师资跟设备 汽车板金选手的训练过程 是出了名的操 而且内容又不断重复 相当乏味 但也因为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训练 才能成就学生 今日的优异表现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而南墙工商近年来也致力于提升教学品质 除了持续扩充专业教室 以国际赛事的规格设备 让选手练习 也发展专业的职科特色 以及产业连结 让学生能够跟上产业发展趋势 未来更具有竞争力 这次在全国技能竞赛 获得汽车板金职类银牌的停成节 因为从小就喜欢拆解一些物品 国中毕业之后想要学习一技之长 因此选择来到南墙工商汽车科就读 尽管学习过程很辛苦 但凭借一股兴趣及热忱 在全国赛中脱颖而出 更有机会成为国手 代表国家出国比赛 成为台湾之光 一开始就是兴趣 因为我以前就喜欢拆一些东西 我觉得进这里应该蛮适合的 南墙工商汽车科主任张文景表示 专业的技术训练可以为学生奠定 扎实的技能 不管未来要就业或是升学 都有相当畅通的管道 我自己本身也是走技职出来的 那对以后工作各方面 也不怕会被社会上淘汰 对 就会比较偏向就是 你在就业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 你知道你未来的方向 你假设多学别的专业 或者多别学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可以回到本业的时候还是可以 就像我是当老师 那我今天老师如果没有做的时候 我也可以回现场去修车 近年来南墙工商也致力提升教学品质 加强学生的学习成效 并且持续扩充专业教室的设备 还提供国际赛规格的设备 供选手练习 致力发展各专业职科特色 与产业链接 让学生未来能够跟上产业发展趋势 记者沈小旦采访报道 游行北市议员张景豪所举办的 戏指区战斗陀螺PK赛 相当受到欢迎 今年也吸引许多小朋友 以及家长前来报名参加 这一次采用现场免费报名的方式 而且人人有奖 让小朋友可以一起热血开战 也适度地远离3C产品 这是去年活动的盛况 戏指区战斗陀螺PK赛及传光活动 一直以来很受到家长的好评 今年也是好多人来 一起来玩战斗陀螺级闯光活动 还有奖品可以拿 那我们第一名的选手 在我们戏指白云国小三年级的学生 第二名跟第三名的选手 分别都在我们崇德国小的学生 那大家表现的都很有风度 很有水准 那这些裁判都看了 都觉得我们戏指 我们选手灌溉云级真的是很棒 大家素质都很好 此次的冠军是白云国小的陈军林 亚军和继军分别是崇德国小的林幼成和李宇正 战斗陀螺很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也可以让家长和小朋友之间多了些互动 小朋友也不会一直沉浸在3C用品之中 那我们希望说小朋友来参加 是鼓励他们远离3C产品 那同时这个公所跟锦桃合办 我们希望未来每一年都来办我们战斗陀螺的比赛 我们战斗陀螺的嘉宁华 让小朋友不要每天沉迷于3C 亲子活动的方式推广 去年吸引上千人到场 而今年活动一样精彩 免费参加还人人有奖 家长们希望可以年年举办 也可以让学童们远离3C产品 欢迎大小朋友走出户外 一起来战斗陀螺决胜副 记者李嘉宁细子采访报道 五谷的新增社区环境清洁日 由里长守望相助队 环保志工以及关怀据点的长者们 一同投入社区打扫工作 让居民感受到环境改善的美好 也提升自己的居住品质 五谷新增社区在里长及社区理事长的带领下 里内的环境评定年年获得好评 适逢里内的环境清洁日 里长守望相助队 环保志工及关怀据点的长者们 一同投入社区打扫工作 大家不畏辛劳 要将里内的环境清扫干净 新增里的范围很大 2.58平方公里的范围 所以说整个新增团队 包括林长 包括守望相助队 包括环保志工 甚至于这一次我们也结合 整个关怀据点的长者 他们也愿意投入整个社区服务 让整个社区的环境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干净 郑国荣地长指出 里内环境相当大 希望借由社区响应环境清洁日 的同时 透过社区环境清洁 让居民感受到环境改善的美好 居住品质的提升 林长的各区域的范围里面 他们各自打扫 然后把整个40林的林长 他们在各自的范围打扫 另外整个在里办公处的一个 集中的一个 村乡弄的一个打扫 让整个新增里的环境更加的良善 社区志工一同进行街道清扫 整理家园 凝聚大家的力量 透过一点一滴的努力 打造新增美丽家园的愿景 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新闻最后提供给您最新的生活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曾子庭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